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声音和画面 都正常我们就开始了 这节课呢 我们来讲 针对网球轴 专业名字呢 就叫做工骨外善科研 它的治疗手法 当然也是应用我们 龙氏的柔性的拉伸手法 在我们这里面 根据这个时间呢 杰老师又给大家加了一个 我们赫十三通中非常常用 也非常好用的一个穴位 后面咱们一块来讲到 首先 我们对于网球肘 我们知道是 工骨外上科 这个工骨下面 也就是肘部外侧的骨头尖 说工骨外上科研 但是同学们要注意 不是说指的这个骨头上面的炎症 而是这个骨头下面的肌腱的炎症 同学们要注意啊 不是骨头出现了问题 骨头出现的问题就是 咱们说骨折 骨质疏松 骨质增生 那我们在这里说到的网球轴 是指的它下面的基件出现的问题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重点对它进行治疗手法 那下面给同学们来演示咱们的治疗 好 来 好的 也脸面朝上 嗯 我看看啊 用按摩筋能能看得出来啊 好 咱们就不用按摩筋啊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观察啊 不用按摩筋了 那首先我们知道肘部的气血 是从我们的身体流散运转过来 那我们在进行聚疗局部的时候呢 还要把它的上面和它的下面 也就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给它打开 这样呢效果会更好 所以我们先暗揉它的肩的前方 用我们身体下压啊 身体下压 胳膊伸直 把身体的重量的力度压下来 然后呢一抖腕 抖腕啊 这个暗揉肩前方 然后顺势向下 然后暗揉它的大臂 大胳膊的内侧 当然专业上咱们管它叫做 嗯 上臂跟前臂啊 这个有同学呢 咱们说上臂跟前臂 我说分不太清啊 那咱们在这里呢 就说大胳膊和小胳膊 这个前臂是指的小胳膊啊 大臂呢是指的上面的胳膊 啊它的胳膊的内侧 那我们呢 还需要做一下它胳膊的外侧 那在做胳膊外侧的时候怎么做呢 拿个板子 拿个高点 高板子 这个胳膊的外侧我们呢 需要叠指去拨动啊 叠指去拨动 包括刚才我们在这里 的胳膊的内侧 那我们在这里啊 还有个细节给大家来说 胳膊的内侧的时候 它胳膊下面撇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做胳膊 它胳膊内侧的时候不太好做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又是按揉 它有点这个床颜啊 有点隔着它的胳膊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拿揉 大拇指在内侧向外拿揉 拿揉是一个提起揉动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呢 就不会对它进行挤压 也就是隔着床颜 它不舒服了啊 那手法呢 我们灵活掌握 对于一个位置 我们并不是只用一种手法 所以在我们的操作的流程当中呢 我们能看到有拿揉 有长根揉啊 同学们呢 结合着来操作都可以 那针对于外科呢 我们也可以拿揉 是不是啊 拿揉啊 这是我们的符合手法 那我们真正的治疗疾病的时候呢 如果想效率更高 如果想这个效率更高 就就提到了事件了 是不是 就是 正常别人用40分钟啊 那我们呢 用20分钟 如果我们用20分钟的话 就需要精准点位 而且需要用到符合手法 也就是把两个手法结合在一起来用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效率就更高了 让它的胳膊啊 搭在它的啊 胸部 这个时候呢 它的 胳膊啊 就不会向外撇了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外侧简单的松结一下 松结的时间 控制在2到3分钟啊 2到3分钟 但是如果你想做的细点 你会发现 它的三角肌啊 三角肌的中竖 也就是大胳膊外侧的中段上方的这一段 这一块结结和调缩比较多 你如果想做的细点 你可以把这个位置给做到啊 也就是咱们前面讲监周炎的时候 给大家说到的这个三角肌的中竖啊 这个位置 好 然后顺务向下 顺务向下呢 顺务向下呢 就到了我们的啊 肘的外侧 我们先用哪柔啊 哪柔是浅层 啊 然后 下面 柔柔疏通啊 宫饶肌 宫饶肌 我们知道是从我们的宫骨啊 宫骨 向下 到了我们的啊 内齿 外饶啊 内侧是齿骨 外侧是柔骨 小胳膊 这里有两块骨头 它 胳膊的内侧 这里呢 是齿骨 外侧是柔骨 所以这个肌肉在连接的时候 连成了一个宫饶肌 宫饶肌 宫饶肌从我们的宫骨啊 宫骨的下方这个位置 向下 连接到了我们的饶肌 宫饶肌 啊 我们说这是一个专业的 齐骨解剖学名称 那我们实际在应用的时候 怎么样会更明确更好找呢 就是 它的 这个 肘 下面这个肌肉隆起的这一条 当我们把胳膊露出来啊 一用力 你会发现这里啊 肘的下方 这里有一块 肌肉的隆起啊 成竖条的 长条的 这条肌肉 这就是我们的 公饶肌啊 这就是我们的公饶肌啊 那我们呢也可以非常容易摸到 这个公饶肌 这就是我们说的网球肘容易损伤的这个 肌腱啊 肌腱呢 是属于我们肌肉的一部分啊 这个肌肉啊 说肌肉是肉当中 弹性比较大 伸缩舒张能力比较强的 有弹性 可以 变大一点 也可以变小一点 这个肌腱呢 也是属于肌肉的一部分 它呢肌肉的 腱条的部分啊 就是 它的韧性比较大 尤其是在肘的下方啊 这个点啊 这个位置我会发现这个筋特别的多 而且咱们说到网球肘病人 它呢 这个位置还会有非常多的节节跟调锁啊 它有几块啊 块中的这个物质 就是咱们说的节节跟调锁 然后 向下 第三步啊 拨揉 拨揉呢 就是我们的符合手法 拨法和揉法的符合手法 拨是垂直 拨揉 然后揉动 这个是区别于我们的拿揉的 我们的拿揉是大木手指与其四指一起用力向上拿起来进行揉动 这个时候呢拨揉呢 是垂直于这个肌腱 然后呢拨出去揉回来啊 其他四手指是放松 拨出去揉回来 拨出去揉回来啊 这样呢 垂直 先垂直拨动 然后呢 再揉回来 拨出去揉回来 这样动作啊 然后联系在一起 连贯起来 这个拨揉的这个手法 操作两到三分钟 啊针对性比较强 也是有浅到深 有轻到重 我们逐渐再去渗透治疗的这么一个手法 啊拨揉 功效机 然后力度呢可以逐渐的加大 然后还可以慢慢的向下 一次想想 当然如果啊如果针对于胳膊比脚这个肌肉丰厚的这种人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用我们的肘 啊还可以用我们的肘股 也可以也可以 正好肘股就是它这个肌肉容器的部分啊可以的 嗯 下面 点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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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持手三里和和骨 这三个穴位呢 呃是针对治疗网球肘的特定穴位 那在进行这三个穴位的时候首先要给大家讲到它的定位 首先取持穴 取持穴这个穴位的标准定位 需要曲肘去穴 呃这个取持穴一定是要曲肘去穴 东西没有注意 把它的肘部弯曲 成一个90度啊 那是最好 这个时候呢 它肘部这个位置有 肘横纹啊 肘横纹的外侧 和我们的公骨外上科 公骨外上科啊 在这儿 公骨外上科 然后呢 它们之间 连线的 终点的这个位置 我们用手点在这儿 会发现这个下方正好是一个凹槽 正好是一个凹槽 这个凹槽的位置就是我们要找的取持穴 取持穴顾名思义就是 弯曲我们的肘部弯曲的这个时候呢 下面有一个凹陷的池子 这就是我们的取持穴 那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进行点按 点穴 点穴的时间 控制在20秒到40秒之间就可以了 最低不能超过20秒 就是我们用手指 OK 点在这个位置 感觉它局部有酸胀的感觉 好坚持最少20秒 但实际我们在应用的功能中啊 我们会发现点穴是非常吃力 或者是呢 费力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真正要点穴 确实是一个渗透力比较强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点穴的过程中 手指容易酸胀 我们的手指容易累 甚至很多人在点穴的时候 手指容易发抖 这就需要我们用一个更省力效率更高的这么一个手法来操作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波法 刺激量比较强的波法 也是对这个穴位的一个良性刺激啊 也可以 当我们的手指在去运动的时候呢 对这个穴位刺激我们会发现更轻松 而且酸胀也更强一些 酸胀也更强一些 酸胀也更强一些 这是取脂穴 这个取脂穴呢 不光针对于局部 局部 咱们说肘臂乱痛 还可以针对我们的热症 尤其是它是泄热的药穴 比如说我们身体上这个上火了 比如说我们有 比如说我们有啊 比如说我们遇到了高血压的患者 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平常啊 咽喉肿痛的患者 我们都可以对这个取脂穴进行操作 尤其是用到了 用到刺落放血 这个方法是可以用在我们的 取脂穴上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椎穴 下面的穴位 手三里穴 手三里穴这个穴位 再取持血下两寸 呃 这个是我们 常说的啊 这样的取血的方法 但是我们这样找呢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这个方法已经已经很好了 很好 但是呢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在我们的标准的取血当中呢 它是这样来取的 从我们 轴横温的外侧 和我们的公骨外上科连线的重点 这里是我们的取池 取池和哪呢 取池和我们的啊 阳西穴 这个阳西穴怎么看 阳西穴 在我们看啊 这个杰老师看这手 是不是啊 大木头指往后一翘 OK你会发现大木头指这两边有两根金 对不对 这两根金 它中间就有一个凹陷 我们这个模特这里也能看见 啊 他在这啊 他在这 对啊 这样是你会发现两根金 是不是啊 大木头指一翘往后一翘 OK这里有两根金 这个金的凹陷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阳西穴 这个阳西穴 在我们的啊 万恒门万贝红门上啊 这个阳西OK 好 那这两个点 连线 是12寸 这个12寸是我们的经络输血当中的 骨度分寸法啊 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啊 或者是穴位跟穴位中间 它们中间连线的这么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我们规定是12寸 那再找到2寸的时候就非常的好找 我们怎么找呢 我们把它分成一半 分成一半 OK剩下这一半呢 我们是不是再给它分成三份啊 是不是分成三份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每份都是2寸 2寸 然后呢 从曲尺往下 2寸的这个位置 这个点就是我们的首三里穴啊 首三里穴啊 这个穴位是非常的酸胀啊 大部分都非常酸胀 首三里穴啊 这个位置不光可以治疗我们周围的 咱们说还是说肘壁卵动 当然对于网球肘效果也非常的好啊 它还有一个更好用的用途 就是对于我们的急性腰扭伤啊 这个首三里穴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 是一个我们自己就可以来快速解决 我们急性腰扭伤的这么一个穴位啊 我们左胳膊点右 右左手点右足三里 右手点左边左三里 都是可以做的 这个啊这个啊 说错了啊 说手三里啊 这个足三里呢 在我们的腿部 我们的手三里 在我们的肘部 但是手三里这个位置 它不一样的点是什么 是2寸 同学们要记住 2寸的位置啊 这是我们的手三里穴 手三里穴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在这个位置 都有接接和挑索 这个位置呢 找到这个点 OK 就在进行波动 你可以啊 力量稍微小一点 频率稍微快一点 那这个呢 对它这个穴位进行了一个穴 如果你想穴力量更强一点 那就给它点穴 啊点珠不动 这个位置是非常酸胀 然后 再缓慢的 齐啊 然后 给它按揉一下 一般 针对于这个穴位刺激完之后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下舒缓一动 啊 手三里 嗯 值得一提啊 再给同学们再提一句 我们的公骨外上科研 它的严正的位置 并不是我们说的 手三里这个位置 同学们要注意啊 并不是说手三里穴这个位置 它的位置还要再靠上一点 并不是严格的手三里穴这个位置 它还要再上一点 很多人 公骨外上科研也就是咱们说的网球轴 它痛点是在上面的这个点 不是严格的手三里穴这个位置啊 同学们要注意 它在上面一点 不 它应该在曲池和手三里中间的这个范围之内 啊 这是我们临床当中啊 反复 这个 实践当中发现的啊 不是说手三里穴位啊 啊 再往下呢 颌骨穴 这个颌骨穴 在我们的第二掌骨啊 第二掌骨 第二掌骨在哪呢 我们的大拇手指 这是拇指的指角啊 指尖关节 这个指角 大拇指有两个骨头节 然后呢 下面 这里有一个长的骨头 这里就是我们的掌骨 手上一个手总共有五个掌骨 第一掌骨 第二掌骨 第三第四第五 因为有五有五个手指吗 第二个手指下面的这个骨头 啊长的骨头 这个骨头呢 就是我们的掌骨 第二掌骨 第二掌骨的外侧啊 外侧凹陷当中 这是我们的和骨 简便曲学法呢 是让他的手啊 是让他的手啊微微的展开 然后让我们的大拇指的指指纹啊 中间的眼关节的指纹 OK 卡在 他的这个虎口 啊 在这个位置 然后大拇指一下压 啊 大拇指一下压 OK这个位置就定了 是核骨穴 啊 这样呢取核骨穴是没有问题啊 是非常好找的 也是非常 啊 这个作用啊 能够明确的 那在我们在实际经济工程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 如果用推拿手法来操作的话 需要一定的技巧 怎么做呢 让我们的大拇指如果要操作穴位 贴着骨头缝的边缘 这样穴感会更强 也就是大拇指点到我们的第二掌骨 骨头缝的边缘当中 一半点着肉 一半点着骨头 啊 这样点 血感是非常强 这样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大拇指推着核骨穴 向胳膊上方推动 啊 让气血往上面走行 这样效果会更好 啊 我们知道了血位的位置还不行 我们还要知道具体的操作方法啊 合骨穴这个穴位是一个我们常用的大穴 但是针对于这个穴位的操作 跟他推拿手法的点位啊 的点按的方法是有讲究的啊 咱们再说一遍 是点到他一遍的肉 再点到一半的这个骨头 这个位置血感是最强的 然后可以给他向上推动 好 这是三个穴位啊 三个穴位 嗯 然后点完了穴之后 针对我们的外上科的咬法配合拔身法啊 嗯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的龙氏的柔性的知了手法 那就这一个手法啊 如果你做的非常到位的话 如果做了这一个手法 你做的非常到位的话啊 做个五分钟左右 你也可以让他的症状啊 他的治疗效果来达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 也就是二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这个手法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手法 咬法和拔身法 然后呢 我们 让我们的 他是外边啊 我们的让一个手你看怎么顺手啊 让我们的大拇指 放在 就是他的痛点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刚才他们说的 曲持跟手三里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另外一个手握住他的手腕 握住他的手腕 握住他的手腕 这样 你正 方向朝里 你又首先方向朝外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 对他进行一个 动啊 那 摇法 首先摇动 就是对于这个关节这个位置画圈 拔身法呢 那就是对他进行拉伸 这个摇法和拔身法符合手法 这个怎么做 那就是在他摇动的过程当中 当把他摇到了最大的限度 这个时候呢 我们身体向后倾倒 利用我们身体向后倾倒 来对他进行拉伸 是不是对他有个拉力啊 OK 这个时候大拇指点在这个肌腱 这个位置啊 疼痛点这个位置哈 要保持力度不变啊 不要泻力 然后 摇摇摇到 把胳膊伸直的状态 OK 向后 身体向后倾倒 来对它进行拉伸 然后 下后 这个做的时候 既能把它的 咱们说的 外公国外上科严正 有的还有一些年连 可以把它送结开 结界跟调索 那就更简单了 年连都可以送结 这个手法是一个非常柔和 而且见效非常快的 这么一个手法 也就是我们的咬法 和拔生法的符合手法 再往下一步 鱼记擦法 这个鱼记擦法 我们前面讲到擦法的时候 简单提了一句 这个鱼记擦法呢 是用我们的鱼记 这里是大拇手指下方是大鱼记 小手指下方是小鱼记 让这个大鱼记跟小鱼记 可以做出一个擦法 怎么做 然后我们让大拇指跟小手指微微的 微微的往内收一点点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大鱼记跟小鱼记中间就非常隆起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微微的弯曲之后把这个中间这个凹槽放到外侧肌肉隆起的位置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擦法 这个擦法我们在用的时候同学们要注意 还是我们擦法的要求啊 有很多人在做擦法的时候啊 费力不太好啊 就是那句话费力不太好啊 你擦法你做的非常的认真 你做的也非常的到位 但是呢 你做的你非常累 怎么样做擦法效果更好 然后我们会比较轻松呢 这么做 我们在擦的时候 然后朝向一个位置擦 也就是朝上上 啊那在擦的时候呢 并不是一来一上来就直接最高速度 而是我们在擦的功能当中 随着它的温度逐渐升高 我们的速度逐渐的加快 然后当温度越来越高 那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 当到达最高温度的时候 也就是感觉到皮肤啊 都会有点发烫 OK 这时候呢 我们最大速度 好 在这个位置 按压 我们会发现这样做擦法 是真正的能够透热的 就是它这个热感能够透到 它的肌肉的深层 这样做擦法效率才更高 也会更神秘 为什么这样擦 首先啊 你会看到很多上了就直接这么擦 把人皮 有的把皮都戳破了 皮特别烫 但是皮热里不热 是因为我们说煮 我们说煮开水 不是说煮开水 我们说做水 把这水做开 那水要做开 是一下就咕嘟咕嘟冒泡了吗 是不是它有一个温度逐渐升高的过程 那我们要想让它一下 做到100度 让它沸腾 那一下呢 热量得多大啊 你想想人的皮肤能够承受得住 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热是逐渐渗透的 那到它 当它到达了最大限度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在按压 让热向里渗透 也就是做水的时候 你把水做开了 你想喝热水 你是把盖开着 你还是把盖盖上 对不对 是不是把盖盖上啊 你又把盖开开 是不是一会就凉了 所以把盖扣住 这样做 这样做擦法 就是针对 刚才我们前面啊 我们前面写到的 公骨外伤科研 现在都是热的 它有两个问题 病因 一个是老损 一个是风寒 也就是我们说的 无矩性炎症 风寒 我们用擦法 多用擦法 擦法擦的时间长一点 擦的透一点 擦的热一点 那如果是老损呢 那我们多用拨法 来疏通来调节 哪个病因更多 我们用针对性的治疗 手法啊 这就更细了 这就讲到更有针对性 好 那这是鱼技擦法 然后做完之后 往下搓抖上肢 搓抖上肢 是小手法 搓法和抖法 搓呢 用我们两个手指 就像搓妈声一样 两个手相对 前后前后前后 搓动 然后 抖 把两个手呢 交叉 握住他的手腕 对他进行 抖动 抖动的工程当中呢 成一个波浪甩动 让这个力量 传导到他的肩部 当然能传导他的肩部 那是不是他的肘部 也传到了 那更没问题 我们要让这个波动 向上传导 然后操作两到三遍 它就是一个上肢的梳理动作 最后做一个放松 当然重点 我们做 肘这个位置 这样就做完了我们的推拿手法的治疗 我们也在这个步骤当中 啊 就是我们刚才的操作物质 后面呢 又给同学们加了一个 一个遥控 刚才遥控在这 给大家加了一个 嗯 赫十三通啊 赫十三通通 传用的一个血位 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 杨灵泉 呃杨灵泉又是一个血位 这都是咱们中医上的 净化啊 是我们祖先的智慧 这个杨灵泉的这个位置 首先我们找的这个血位 是在肥骨小头前下方的 凹陷当中 这个凹陷当中就是我们的杨灵泉 杨灵泉呢 又是在我们的 呃 发挥血当中 是我们的 金会杨灵泉 他 同管着我们一切的精筋病 对于筋上的病 找杨灵泉啊 没有问题 那在这里我们取到杨灵泉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 关节对应取决法 因为我们人啊 最早是爬行动物 爬行动物的时候呢 这个 胳膊 跟腿是不分的 那就是四条腿走路 那都是腿 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 中国的智慧会发现 啊上左并之右啊 上并之下 这个下并上至 你会发现他对称着治 反而效果更好 这也就是应用到了我们的身体上 有一些是对应的 是有一些内在规律的 利用这个规律呢 总结出了关节对应取决法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肘部 下方的位置 正好对应着我们腿部 哎 正好 是不是腿上有个膝关节 膝关节的下方 这个位置正好是降了下 那咱们知道这个穴位 OK怎么操作 来 嗯 我们就在这个 在这个图片 这里不太好说啊 看啊 来 首先怎么找这个穴位 你就按照我在这里讲呢 同学们就能找到啊 肥骨小头 这里是一个外侧 是肥骨 肥骨小头怎么找 小腿外侧 你会摸到一个小骨头 外侧上方 这里有一个骨头的凸起 这里叫做肥骨小头 在这里标注上了啊 肥骨小头下方这个位置 有一个凹陷 这个位凹陷就是我们的杨林泉 杨林泉这个位置 我们怎么操作 斜着 向上45度 斜向上45度 这个位置我们进行提插和粘转 当然咱们这里说的是有真的时候 同学们会针刺 有真的时候 OK 斜向上45度 针对于这个位置 我们正转一圈半 反转一圈半 用我们的手指粘转 反复的粘转 找到一个酸胀感最强的位置 或者患者感觉到有麻胀的感觉 往上来走 OK 这个时候就是效果最好 当然这个是需要一点点的感知力的啊 或者说感知力更强一点啊 这个操作啊 右边网球轴治疗左边的杨林泉 左边的网球轴 从右边的杨林泉这入手 当然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严准严格的这个杨林泉 有的呢 这个位置靠上一点 有的位置靠下一点 你找到他一个最明显的痛点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如果是要做推拿呢 也可以做 来 我们在做推拿的时候 那在他的小腿 外侧 这个位置我们当然我们这个模特啊 把他腿往内撇了 往内撇了 这小腿的外侧啊 这里有个骨头尖啊 这里就是我们的肥骨小偷 我们会发现在肥骨小偷下方 这里也有一根筋 这个筋正好跟我们啊 肘部的那根筋呢 正好一样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啊 也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啊 播放 在这个位置进行播放 这个位置播动的时候 怎么办 让患者配合局部的活动 配合局部的运动啊 这个时候呢 效果 嗯 也不错啊 相对来说 对于针刺来说 还是要差一点点 当然针刺它的位置会更深 经络传导的血感会更强啊 这是我们 嗯 用推拿手法 也可以坐这个位置啊 一般 嗯 这个网球主不算是一个大饼 我们 如果你治疗的到位的话 啊 就是说你的渗透感比较强 你做出来的柔和感也特别的好 ok 基本上啊 5次就能够痊愈 3到5次啊 我们可以 呃 去很自信的去说出来这个啊 这也是我们经常当中非常 常用的这么一个治疗 呃 这个疗程 一般5次啊 就可以痊愈 当然 这个前提是你要能够做到我们前面的每一步的要领 好啊 这些课我们就到这儿